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要再度來到台北市的阿豬小吃 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今天就吃別的品項 那附近非常不好停車要注意一下 那今天我要海鮮炒飯 海鮮炒飯還有紅燒肉 跟豬腸湯 還這樣 還是改成蛤蟆湯好了 蛤蟆湯嗎 蛤蟆湯比較鮮 蛤蟆湯 你們禮拜天也是休息嗎 固定休息,有時候不一定 喔,難怪 因為我上禮拜天有來就是休息 好,那各位朋友就可以注意一下 這禮拜天是不固定休 好,那營業時間在這邊 早上11點到下午2點半 下午2點半到7點半 好,也可以打電話先訂 還有呢 喝小辣吧 好,你就是衣體不要太鹹 是不是 大姐,我那個海鮮炒飯要小辣 謝謝 好,那這個就是 神秘沒有招牌的小吃店 好,粉絲推薦 好,那個紅燒肉是限定版的 不早點點呢 就點 我剛好點的是最後一份 後面人沒得吃 看起來很好吃的感覺 謝謝啦 香香香香香香 好,再來這個大叔阿姨炒飯 好,就先從蛤蜊湯開始 這一碗是60塊 我今天不知道要加這個 這酒可以嗎 好,很新鮮喔 好,這個充滿了酒香 好,這個充滿了酒香 好,好、濃烊 謝謝,來,來,來 好,香噴噴、香噴噴噴的 好,新鮮好吃 很燙喔 一碗一碗煮所以這個味道控制的剛剛好 很燙 好吃 新鮮就是關鍵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90分 好不錯喔,今天感覺好像也沒有那麼擁擠 上次來的時候這邊客人非常多,今天就還好 好吃 好吃啦 好,感謝 好,建議點上一碗 吃起來蠻過癮的 很鮮甜,讚 好,再來是這個,現點現炒的海鮮炒飯 好,這個海鮮料很多 終於吃到了,上次沒吃到 嗯 好,這個就是大同居神秘的熱炒店 嗯 好,炒飯炒得鬆鬆的喔 好吃,份量吃足 好香噴噴,香噴噴的 哇喔,花枝很新鮮 讚 好,這個炒飯真的很好吃喔 好,這個炒飯真的很好吃喔 好 好,總共260塊喔 好吃啦 剛才是炒飯 恩,人很長 他很香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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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背後剛好是一台大電風扇 所以這樣吹起來剛剛好還蠻涼的 不然這邊的話就是路邊啦 早上可能會比較熱一點 這個海鮮料很新鮮,讚 你今天明天再拿一瓶就沒有啦 就是你昨天拿一百萬 投資你們投了投資 喔,花枝很新鮮 好,那個人覺得相當好吃喔 這個炒飯我覺得是95分 只差了一點點鍋氣 鍋氣是微微的 如果火再大一點點的話 應該就剛剛好 不過當然這個是我個人的感受 讚 讚 好,不愧是這個粉絲推薦的店家 很好吃 然後它還有很多品項可以吃的 香噴噴香噴噴的 裡面有花枝有魷魚吧 咦 喔對,它有多種的濕井料 這個料都很Q彈很新鮮 好,這個炒飯我最喜歡就是這個海鮮料 短油短油短油很新鮮 好,相當相當的讚 好吃 好,不過客人多的時候可能就要稍微等一下 好,那這個就是好吃的海鮮炒飯 這是我終於吃到了 好吃 好,那這個本日最後一份紅燒肉 那現在就吃吃看 好,感覺很酥脆的感覺 好,總共是300 老闆娘說她有算錯 好,OK 好,總共300元,沒關係,好吃就好了 好,這一塊油脂蠻多的 那旁邊有附這個沾醬 好,辣椒醬油 好,要沾上醬比較剛剛好 它醃料沒有醃的很鹹 好,但是紅燒肉炸的蠻酥脆的 蠻適合兩個人一起吃 而且我一個人吃其實這樣算有點多 好,這邊是台式泡菜 冰冰涼涼 好像還有加點梅子在裡面 好不錯,蠻開胃的 好,餐點都算蠻用心的 好,這一塊肉就算是這個 七分肥三分瘦 好,一餐就吃到我今天的扣打 好,這個蠻適合配啤酒一起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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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 整體來說都相當不錯 好,分數我覺得是90分 它自己獨特風味的紅燒肉 搞不好紅燒肉目前最滿意的還是阿角或者是廖家 好,因為他們紅燒肉裡面有放這個紅燒 好,所以是從肉裡面透出來的香 這個就是單純肉香跟這個 炸出來的那個外皮的脆香 好,它本身沒有那種酒香 就是少一個香味 好,波味也不錯啦 量蠻多的 好,那客人覺得蠻好吃也蠻精緻的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三一塊 掰掰